麻黄与石膏 麻黄卫心 微苦 性温 入肺膀胱经 宫膳发汗解表 只可平喘 定可利尿 石膏卫心 肝 性大寒 入肺未经 宫膳解肌清肺 清泄未火 二位并用寒温化合 麻黄得石膏则温性顿失 石膏的麻黄则清透之力增 既可发在表之风热又可清 隔肩之痰热 还可化水利尿 为治疗肺热可喘 风温高热 风水 头痛朱正之常用药对 麻黄常用三到六克 石膏常用二十到四十五克 以麻黄石膏相五治疗可喘 始于张仲景之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亦称麻杏甘石汤 伤寒论云 发汗后不可更行贵之汤 汗出而喘 无大热者 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汗后热未解 离热雍恶之症 当与清泄之计 故曰 不可更行贵之汤 此时热雍于肺 可喘汗出 正义一肺泄热之计 麻黄与石膏相五 为得对之良药 该肺积欲毕 非麻黄不足以开之 热雍于肺 非石膏不足以轻之 因可喘 顾家杏仁柱麻黄平喘 甘草甘平调和猪药 此方寒温化和温药良用 开后人无上法门 论中汗出用麻黄 无大热用石膏 金人多事为一道 不知汗出乃可喘之故 可喘乃肺臂所致 使以喘正常有汗 有汗也不计麻黄 虚喘当别论 至于无大热三字 更不必印定眼目 无大热者 或因汗出之故 机表之体温得以放散 非肺无大热之味 若肺无大热 烟能有取乎石膏 临床所见 麻性干食汤症可见高热 或机表热是不壮 但热肤肺经 咳嗽喘促者 其主症为可喘 反咳 舌红 麦夫术 在小而常见鼻山气急或高热 或有汗或无汗 审其主症即却用之不带 麻性干食汤类方 反映了不同时代医家的匠心和用药风格 外台蜜药宰深湿头杯汤 疗 酒腻上气 胸满喉中乳水鸡鸣 要用小麦 麻黄 石膏 杏仁 厚蒲 及麻性干食汤以小麦当甘草 加厚蒲而成 胸满乃弹灼阻滞 废气不宣所致 喉中乳水鸡鸣 乃弹水护结而成急破之相 并酒欲热 雇用麻 拾开肺臂 轻欲热 杏仁宣肺平喘 后浦下气除满 并重用小麦解净缓急 共奏平喘散逆之功 防后注云 咳嗽甚者加五味子 半夏 干浆 以半夏善于下气敌毯 将为能力开合而震渴 外台载此方累经用甚良 足见疗效之可靠 退咎此方要止在于清沸 敌饮 解净奸行 凡饮热护结 喉间急破之正夷之 明代张石彻摄生中庙方之五虎汤 致喘 亦致伤寒喘嗽 即以麻性干食汤加茶叶而成 定以生姜三片为饮 肩服 家用茶叶 其目的在于驱谈 如神农石精为茶叶能去谈热 李时珍为茶叶浓煎 土风热谈咸 均可为证 用生姜为饮 代为兼家无汉 勿含之表证而设 否则不必用之 孙逸奎孙氏一案再有茶少穿案 素有哮喘及 美发则变身如辽 侯中谈生响如汤沸 族中有叫以五虎汤制之 其用之五虎汤为石膏 麻黄 杏仁 纸壳 细茶 叫上方无干草 由纸壳为义 因三年之间饮五虎汤不可以数祭 竟成肿胀之极 盖偏激太甚 遂成要害 所谓脏寒生满病也 经孙氏辗转旧至 方告全狱 然据暗中所在 传至极以此欲知 屡隐而止 屡发屡进 应若福骨 从一个侧面 可见五虎汤对谈热哮喘 有顿挫之效 然久夫则有害 又不可不知 明代宫廷贤寿氏宝园之军气八仙汤 由麻性干食汤家黄禽 织母 背母 结梗而成 适用于外感风险 内蕴谈热 哮喘谈名 烦躁口渴隐之症 用黄禽清肺泄火 织母清热润燥 背母化痰 结梗宣肺 何而观之 军气八仙汤为清热润燥 宣肺平喘之计 小而外感可喘 化热肾素 特别是大液性肺炎 运用麻性干食汤机会颇多 鱼用此汤常家用黄禽 鲜鱼腥草 以增强清热解毒作用 家食智者家用来福子 全瓜楼以化至笛潭通辅 收效明显 以麻黄 石膏香五 主要做解热之用 可供严锁的名方不少 例如 载于外台 密药 肘 后 聊天行一二日之 麻黄解鸡汤 要用麻黄 生麻 甘草 勺药 石膏 杏仁 背齿 所谓天行病 乃感受四十不正之气而成 且一岁之中 并无常少 率多相似者 为具有流行性之热病 方以麻黄发表 石膏清理 杏仁宣肺气 勺药护盈血 用生麻意在解毒 替瘟疫 瘴气 邪气 邪气 颇难所解的是 背齿一味 背齿咸平 能入血分 行水道 唐代真权为其能治伤寒狂热 热即每生狂乱 此方用之 代取其清热震惊之功 且背齿震慑之力 可制约麻黄 生麻之生散 配武之妙 当细心体会 千金方之石膏汤 由麻性干石汤加鸡子 鸡蛋二煤而成 此方能竹风毒 其用法是以水三生 破机子内水中阳 令相得 内药竹取一生 扶之取汗 机子甘平 有扶正润造之功 方中用此 不仅能滋养汗源 扶正竹血 且配合甘草 收资造化毒之效 可谓别具一格 千金有一张外质方 致认身伤寒内服汤药 汤药方油脂母 精米 生炉根 轻竹乳组成 致认身头痛状热 心烦呕吐 饮食不下后 依然头痛 状热不歇 用中药煎汤使其身 方用麻黄 石膏 竹叶 换药者可加入长衫 其用法为兼成后去子 冷用是身体 又已故不勤头额凶心 造则一之 任身伤寒头痛状热 心烦呕吐 浮清气泄热 养胃和中之剂 热是未衰 身孔有碍胎缘 于是用麻 石 竹叶做汤 频频冷擦身体 寒以胜热 有助于降温 方具心散之性 又能开达凑理 不致阻恶邪热之外达 选要精荡 用法一齐 较之现代运用冰带降温 酒精擦玉等法 四觉由胜一筹 长衫节药有书工 但其性颇裂 且有小毒 孕妇即内服 古人能于法外求法 配合解热药外治 即可收节药之效 孕妇又十分安全 令人称奇 麻性干食汤 后人归于新凉节表记 由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于行医于乡村小镇 四时还同染麻疹者颇多 有阴用药 护理等不当 导致麻疹内线 颁发肺炎者 花耳多可见高热无汗 气急鼻山 可逆生丝 蛇红唇干 病是危急 长羽麻性干食汤家莲桥 金银花 赤勺 鲜白毛根等 往往转微为安 后来 于在北京应诊 冬天因有暖气设备 室内温暖如春 但室外严寒 室内外温差很大 不少流行性感冒患者 初起乌寒高热 身痛无汗 鼻流清涕 但咳嗽气腻 口干丝饮 蛇红麦树 一派含苞火之下 于美用麻性干食汤家经界 牛棒子 豆豉 薄荷等 咬后得汗 乌寒深痛解除 内热一清 可见麻黄石膏同用 据分解寒热护结之功也 近是明医张熙纯先生曾治清解汤一方 试图以薄荷服以禅衣代替麻黄 治温病初起 头疼 周身骨结酸疼 肌肤壮热 备为乌寒无汗 脉浮华者 先生认为 温病发汗用薄荷 由伤寒发汗用麻黄也 麻黄服后出热汗 热汗能解寒 是已宜于伤寒 薄荷服后出凉汗 凉汗能清温 是已宜于温病 又未 用麻黄以热之热 何如用薄荷以良之热乎 其实若废弃欲必疏肾 薄荷喧透之力远不及麻黄 麻黄之取舍 当是正情而定 不必设伤寒 温病之界限 麻黄与石膏同用 麻黄只取其心开之性 为温药良用之范例 惊愧要略月壁汤至风水恶风 一身吸肿 脉浮不可 蓄自汗出 无大热之症 主要未便 配五不同 遂将宣废泄热之麻性干食汤 演变为发跃风水之计 其义值得探究 清代欲加盐云 月壁汤者 是微发表于不发之方也 大帅取其通调盈味 麻黄 石膏二物 一干热 一干寒 何而用之 疲偏于阴则何以干热 未偏于阳则何以干寒 乃之风热之阳 水寒之阴 凡不合于中土者 惜得用之 中土得和 自足消患于方蒙矣 以肺主皮毛 皮主肌肉 金风水为患 肺湿通调 脾胃不合 盈味不通 丝水气慢溢 一身浮肿 若皮贱为何 则盈味不至 表里得通 水气不足为患 故前辈一家 多以为月壁汤 旨在发月皮主之金气而为汗 其理故事 然中令人难以理明心者 与以为麻黄入膀胱及肺经 有利尿之功 石膏清肺兼有行水之力 姜枣同用 调和盈味 甘草甘亭 和中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石膏得生姜 借其心散极形胃气 可增强石膏行水之力 故石膏与麻黄 生姜同用 既可屈风宣肺 散漫一肌肤之水邪 又能通调水道 利尿消肿 月壁汤筋多用于急性肾炎 却有良效 某些风湿热患者 早期高热 关节肌肉呈有走性疼痛 局部红肿热痛 咽痛口渴 审系风热加湿之症 可与月壁汤加防疫 易义人 忍冬疼等 以控制高热 减轻症状 近代名医范文虎先生善用经方俊记 胆识过人 曾用月壁汤治疗黄胆 如致周某黄胆不透达 要用麻黄十八克 生石膏三十克 制甘草六克 生姜九克 红枣八枚 此为汉法 意在发月在里之欲热 实践证明 黄胆早期具物含发热身养之表证 已用汉法 汉中急欲解毒之意 凡是此案麻黄用量月乎常规 非辩证经切 经验丰富者不办 头痛一症 有外感 内伤之分 凡风热欲结 或热在阳明 经气逆上之头痛 石膏多能治之 古人有石膏至伤寒头痛如列之说 宋代臣无则三阴及一并正方论之星星散 至伤寒发热 头疼脑痛 要用石膏 麻黄 甘草 以茶叶 葱白为引 在发散风热中 左以轻降 为表证未解 头痛剧烈之症而设 宝剑之石膏散 待从此方退化而来 用至风热头痛 取生石膏 麻黄各30克和手屋15克 隔根22.5克 做散剂 每用9克 加生姜三片 芽茶一搓 清水肩幅 防用隔根柱石膏 麻黄以解热散风 和手屋生用性肩发散 其意义在于驱风气 风邪得解 经中欲热得清 头痛碎欲 千斤方再由医治贼风锁中腹内卵脊方 由麻黄 石膏 鬼剑雨 甘草组成 鬼剑雨能散风邪 治疗关节风湿疼痛 又有活血化瘀作用 麻黄还可破征肩积聚 石膏并可治腹中肩痛 所谓肩痛 乃热解所致 金风邪外袭 热欲精中 瘀制步行 腹内卵脊 麻黄 石膏 鬼剑雨相舞 外可散风清热 哪能化于阵痛 方济之配五变化 成不可思议 此方可为风湿加瘀 关节坐痛者取法 如千斤所主治之腹内卵脊 笔者无此经验 似他日验证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